第1311章下半场 唐石尔换了血衣门的衣服 手臂缠绕着一条白布 将婆婆也跟在他身边 一模一样的装扮 毫无疑问 白布是辨认身份的标记 滚 叶凡一脚把唐石尔踹翻 你们害的红颜还不够啊 想到唐门把宋红颜嫁给武田秀吉 以及宋红颜承受的武田秀吉肆虐 叶凡对唐门就很是不满 你大爷 唐石尔捂住肚子爬起来 有什么怨气以后再说 我现在是给你们生路 要死留下 不想死就跟我走 只有15分钟 15分钟后 大批杨国之援赶到 他们会把整个浅草寺围住 现场毒素一解 狙击手被杀你们插翅南飞 他盯着叶凡喝出一声 要做亡命鸳鸯 你们 就留下吧 宋红颜拉着叶凡跟上去 叶凡 听他的吧 这个时候 他不敢玩花样 虽然他已经不在乎生死 但如果 有一丝生机 他也愿意为叶凡争取下来 叶凡微微松开拳头 盯着唐石尔出声 好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再玩花样 我就把你欠我的命 拿回来龙山疗养院一战 唐石尔 还欠他一命 唐石尔苦笑一声 放心吧 我不会再伤害你们的 他给叶凡他们丢出口罩 随后转身向后面撤去 叶凡没有再说话 拉着宋红年前行 唐石尔和江婆婆在前面带路 后面是六名唐门子弟暗中保护 他们手里都多了各种各样的武器 落在叶凡眼里 俨然是有备而来 背后惨叫连连 火光冲天 叶凡脚步微微一致 你们也太狠了吧 飘飞过来的毒烟 让静心下来的叶凡 能够做出判断 这是对大脑神经 非常有害的气体 这毒烟来自血一门实验室 是阿布一郎的杰作 将命运交响曲 唐石尔一边前行 一边对叶凡解释 他不会让人马上死亡 但就这不及时 会让脑神经受到破坏 然后失去知觉 变成白吃糖 大概一个月无痛苦死去 他其实就是美化版的安乐死 专门解决老龄人口用的 我买通了阿布一郎 拿到了这个玩意 现在释放出来 算是一件三雕 一是扰乱现场救你们 二是公告血一门罪行三马 也算是给杨国人一个选择 看看他们是先救宾客 还是先救没穿裤子 他们他笑容王位 任何事情都带着好几层墓地 叶凡冷冷出声 你们还真是奇心可诛 唐十二没有再说话 笑笑带着叶凡他们迅速前行 唐十二他们显然对 浅草寺布局很失了解 轻车熟路穿停过廊 绕过一栋栋建筑 向山顶靠近 行径的途中 江婆婆他们还对住寺庙建筑 丢出一个个小圆球 圆球触碰墙壁打开 粘在上面释放气体 接着 圆球就腾生火焰 啪啪啪燃烧起来 浅草寺变得更加烟雾弥漫 火光冲天 警报很快响起 不少勇去婚礼现场的僧人 转身救火 叶凡和宋红颜 他们戴好口罩 经过最后一处寺庙时 叶凡看到前方有几个 阳国武僧戒备 谁 见到唐十二他们迎面走来 三名阳国武僧微微一正 站出来挡住了一伙人去路 他们显然已经知道 婚礼现场的事 也看到了寺庙各处建筑的火光 所以神情带着一股子戒备 嗖 只是话音刚刚落下 他们就见将婆婆猛的一窜 从三人身边冲杀了过去 噗 与此同时 一道凛冽刀光闪过 三人还没做出反应 就赶脖子一通 下一秒 三颗脑袋几乎同时脱离躯体 向两侧跌飞出去 躯体也轰然倒地 草地一片狼藉 一刀砍断三人脑袋 将婆婆没有半点表情 反手一转 把脖刀收了回来 唐什尔看都没看这三具尸体 神情平静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 不远处现身六人 又是一只寺庙守卫 他们感觉到这里发生动静 下意识靠近过来查看 只是还没辨认出血迹 将婆婆已经贴了过去 嗖嗖嗖 将婆婆手起刀落 把六人全部斩杀 随后 他一抬手 一片刀光倾泻过去 嗤嗤 力气略喉声响起 旁边闪现的四名香客倒地 一个杨国少年冲出来 震惊看住这一幕 正要发出尖叫 将婆婆咔嚓一声扭断他脖子 他软绵绵倒在地上 手里一卷书侧掉地 少年强 则国强 叶凡微微皱眉 但没说什么 跟住唐什尔继续前行 十分钟后 一行人来到了浅草寺后山 这是一处靠海的悬崖 幽深不可见 不过悬崖的对面 直径大概几海里 就是城市另一端了 这里早有四名唐门子弟守候 他们一个个背住价值百万的飞行医 看到四人出现 唐门子弟迎接了过来 迅速递给众人一个背包 本来准备了滑锁和快艇 从海面撤离 但杨国人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封锁了好几个海面出入口 唐什尔动作利索 扯开背包 露出飞行衣 现在只有通过这个死角 飞到另一边才能活下来 宋红颜也打开背包 拿出飞行衣给叶凡先穿上 飞行衣 叶凡目凝聚看住唐什尔 你们连这个都准备了 结合现场的毒烟 制高点的狙击手 撤离的线路 叶凡对唐什尔所为有着疑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唐什尔目光很是坦然 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 利用我明修站到暗堵陈仓北 宋红颜掠过唐什尔一眼冷笑一声 这些人向来唯利是图 唐什尔没有理会 只是走到悬崖边开口 走 叶凡问出一句 我们去哪里 唐门有渠道撤离 武田秀吉死了 杨国人势必封锁各个出路进口子 即使能撤离浅草寺 也未必能活着离开杨国 撤离 唐什尔一笑 血战浅草寺只是上半场 下半场还没开始启动呢 叶凡低吼一声 你们还要搞什么花样 我告诉你 红颜有事 我绝不让唐门有日子过 送红颜毛子一揉 给叶凡系好最后一根安全带 还差一场火烧血龙园 唐十二头也不回 跳下了悬崖 第1312章段子绝孙 临近黄昏 天色渐暗 阳国黑龙山 叶凡裹着一件黑色雨衣 跟宋红颜一起趴在山丘 俯视看住视野中的灰红建筑 这是一个战地极广 修建如古堡的巨型园子 不仅美轮美奂城墙高柱 还有很多守卫和巡逻 乍一看去 他就像是一处王宫 如非叶凡知道 真正王宫不是在这里 叶凡都要以为 这就是精神领袖之地 不过他很快又收回了目光 紧一紧送红颜身上的雨衣 给他塞了一颗药丸保持体力 随后他又思虑住 怎样全身而退 过去这五六个小时 一行人用了飞行衣 换了七八次车子 还穿过一大片树林 然后才抵达这座山峰 这里距离浅草寺只有两百公里 但气温却要低四五度 风一吹 很是寒冷 如非叶凡联系过蔡林芝他们 确认各大出入境 以及舌头都被杨国封锁外 他早带着宋红颜最快速度离境 武田秀吉和德川四郎等人横死 近千宾客晕倒在现场 杨国各方全部陷入愤怒和癫狂之中 他们一边压制婚礼现场的真相 一边封锁出入境全面围杀 血衣门还警告了大大小小的舌头 但凡跟叶凡和宋红颜扯上关系 一定会毫不留情诛杀三足 这断了叶凡和宋红颜退路 两人手中的资源都无法庇护两人安全撤离 哪怕再多的钱对方也拒绝交易 现在瓮中捉鳖的情况 叶凡只能暂时打消撤离的念头 跟住唐石尔一条道走到黑 唐门这么淡定 很大概率能脱身 呼 念头转动中 天地间又掠过一阵山峰 代表着黑龙山很快就要下雨 这种风吹在身上不仅寒冷还暴力无比 吹拂过树林和岩石就会响起尖锐的哨音 那种感觉就像是鞭子 挥舞掠过长空的动静 散发着惊颤人心的气势 空气中弥漫着沙土和潮湿的气息 唐石尔站在山丘前方 像是猫头鹰一样俯视着建筑 唐石尔 这是什么鬼地方 你带我们来这干嘛 叶凡按捺不住了 上前几步对唐石尔开口 你准备带我们在山上躲风头 这大山里面又冷又湿 还很快就要下雨 躲上十天半月 他无所谓 但会苦了送红颜 唐石尔 不管我们以前什么恩怨 也不管以后会怎么死磕 但现在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宋红颜也走了上来低声一句 有什么计划说出来 别藏着掖住 这对大家团结没有好处 叶凡点点头 没错 要藏匿赶紧说 我趁下雨 前搭个棚架 我们是战士 是热血儿郎 怎么能藏匿啊 唐石尔嘿嘿一笑 战斗 不断地战斗 这才是我们神舟 儿郎本色 叶凡不耐凡开口 讲人话 看到叶凡神情有些焦虑 唐石尔知道他担心送红颜安全 于是笑笑没有在卖关子 这是血 一门耗费三十年铸造的最大宝库 雕龙画凤 青砖巨石 单单建筑价值就不下百亿 你看看他的城墙 是不是跟我们长城很相似 唐石尔解释一句 他就是从神舟购买的 废弃长城青砖建起来的 厚度足足有三米 大炮都难轰开 你千里迢迢跑过来 就是想要放火烧这个 园子 叶凡差一点就把唐石尔一脚踹翻 这一把火意义在哪里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这园子不重要 建筑也无所谓 但里面的东西 却对血衣门和杨国致命 根据我们获得的绝密情报显示 它有血衣门最大的金库 藏匿血衣门三十年来的 六成黄金和珠宝 唐石尔神情振奋起来 古董真丸也是无数 价值可用千亿计算 传闻杨国黄金储备一千吨 血衣门替官方保管一半 那就是五百吨送红颜微微惊讶 这里有六成 岂不是有三百吨黄金 唐石尔点点头 有少无多 三百吨黄金又怎么样 叶凡毫不客气打击 别说你难于冲进去抢劫 就算金库打开让你拿 你能搬一吨黄金跑路 金库只是其一 唐石尔压低声音回应 这园子里面 还有血衣门三个极其重要的实验室 你知道 血衣门 古今研究双头并进 既还原古籍秘方 又研发现代医学 市场上很多补品 药物 真水 治疗手段 临床数据都来自血衣门实验室 可以这么说 血衣门实验室出来的每一个研究 都是价值连成的东西 都是阳国医学的领头羊 而血龙园里面的实验室 更是领头羊中的领头羊血湿花 黄金药水 金银改造等等都在这里 就连武田秀级 也是血龙园打造出来的另外 血龙园还有藏金阁 阳国七成以上的武道秘籍 也都收藏在里面神舟十五亿人 登记在册的武蒙成员不到五十万人 阳国两亿人 登记在册的武蒙成员 却足足有三千万 这倒不是说神舟子民不喜欢习武 而是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武学修炼 勉强练武也是事倍功办 一不小心还会伤身 你想一想 神舟不少武学 动不动就什么蹲马步几年 或者尖色难懂气韵丹田 普通人哪有耐心哪能领会 要练武 只能加入武蒙 加入武蒙 不仅要交钱 还要经过一系列测试 更要耗费不少时间集中习练 一般人顶不住的阳国 之所以武道盛行 除了官方不断呼吁习武强身健体外 还有就是血一门不断汇总各种武学秘籍 然后依照阳国人体制提取出适合普通人修炼 斗武学 他们不仅可以去武馆练 也可以买一本书自己练 练得差不多了就能测试入会 入会后就每个月都有武蒙补贴 如此一来 不仅一学上手 还让人生出兴趣 习武的人自然变多 唐诗而言里闪烁一抹光芒 几十年一过 他们体魄自然上来 习武之人也就如过江之际叶凡冒出一句 这也就让品尝到甜头的杨国官方 搜集各方武道秘籍送来这里给血一门研发 没错 杨国人的胃口向来很大 吃到甜头 自然想要 更大好处唐诗而一笑 他们能够找到的 买到的 骗到的武道秘籍 全部运来血龙园 让血一门的武道大事研究 血龙园的藏金阁 至少收集羊 国旗城武道绝技 其中还有不少失传的秘籍 他微微眯起眼睛 金库 实验室 藏金阁 你说 这血龙园值不值得我们拿下 叶凡眼皮一跳 我只是杀杨国的人 你们却是要断他的根 血一跌倒 武家吃饱 唐诗尔看看暗下来的天色 流露出一股霸气 千里会裂 干的就是段子绝孙 第1313章动手 血龙园高门大强 庞大电网 秘籍巡逻 坐镇高手宋红颜 拿起望远镜扫尸一番 咱们这十几号人 怎么攻杀进去 估计没到城墙下面 就死翘翘了 他还伸手死死拉住叶凡 担心唐诗尔让叶凡冒险 这基地还有自动消防 和防空系统呢 唐诗尔对血龙园 撂入执掌 只要有热武器袭击 哪怕狙击子弹打过去 防空火力都会阻挡 说话之间 他目光迅速扫尸 血龙园几个隐秘地方 显然对整个布局已经撂入执掌 那不就是了 宋红颜冷笑一声 连枪都无法用 那更不可能攻破血龙园了 而对方肯定还有制高点火力 再说了 就算你们杀光了巡逻 灭掉了制高点火力 人家只要把内外城门一关 你们就无法杀进去 他分析着双方实力 断人家的根 我看你们是以卵击石 我看 我们还是想法子逃出杨国 把太阳里有着一股子戒备 觉得唐石尔带他们来这里参与行动 很大概率是想挤住叶凡伸手破局 叶凡已经激战整个上午 还奔波了几个小时 他不能再让叶凡冒险 这血龙园确实固若金汤 其实唐门三年前就知道他的存在 曾经也动过洗劫他的念头 但推演了几百遍 始终攻不下来 唐石尔也没有 半点恼怒 反而坦然承认血龙园的强大 哪怕砸上三千名唐门精锐 结果都是全军覆没 踏露出垂涎肥肉多年 却一直无法得手的遗憾 知道毫无胜算 你还这样野心勃勃 叶凡也瞥了唐石尔一眼 想要撞大月 说话之间 他的目光望向了山丘对面的山林 天色暗了下来 视野变得模糊 但叶凡的嗅觉却更加灵敏 他隐约感觉到 对面有着巨大的危险 以前是没有把握 但这一次却不一样了 唐石尔玩味一笑 堡垒最容易从里面攻破了 叶凡心理一动 血龙园有唐门的人 没有 血龙园人员筛选严格 还有很大的觉悟 唐门跟血一门打交道太少 根本无法渗透进去 唐石尔目光平静看住手表 不过唐门没有 不代表 其他家没有叶凡低声一句 正家 没错 唐石尔一边倒计着时间 一边点点头回应 因为秦无忌一事 杨国对郑家很是信任 所以血一门跟郑家合作了几十年 在血一门不断渗透郑家子之时 郑家人也对血一门不断腐蚀人性 都是相通的 血一门能让郑骏轻坐马前卒 郑家也一样能让血一门骨干卖命 他淡淡出生 这一次 金公雅子发泄旧式怨气 断了郑家的合作 还清洗了不少亲政分子 让郑家非常不满 叶凡反问一句 与其背 进攻雅子最终连根拔起 失去一切 还不如跟唐门合作一把 捞取最后一波利益 是的 唐十二点点头 比起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 还不如直接砍条鸡腿吃 我想 郑家也不得不跟你们合作 叶凡突然想起了什么 毕竟龙山疗养院的杀手 差一点杀了你 黄金药水也差一点杀了 唐平凡这些日子 叶凡重心在宋红颜身上 很多事情都没去想 现在稍微思虑 他就能想通不少东西 想不到你心里这么门清 唐十二身躯微微一震 亚然看住叶凡 随后一笑 我和大哥都小瞧你了 宋红颜微微眯眼 阿布一郎是郑乾坤的人 应该是 唐十二淡淡一笑 不管是不是 今天这堡垒都一定会破 进攻雅子和杨国各大势力 现在正在浅草寺忙得焦头烂额呢 甚至为了搜捕你的下落 连黑龙山附近几个师的警力 都抽掉过去了 他眼里闪烁着一股吃热 只要杀进去了 就再也无人能给我们威胁 声东击西 吊虎离山 这么说 唐门让宋红颜嫁给武田秀吉 是一个阴谋 叶凡脸上突然多了一丝怒意 他已经想清楚了很多东西 一个剑步上前 一把掐住唐十二脖子低吼 你们答应轻视 就是希望急助我抢轻 大开杀剑 吸引杨国各方目光 方便你们不止端掉血龙园 你们 太不是东西了 为了自己目的 赢我犯险 还让红颜受苦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不出现 或者我来的路上被人打死 红颜就自杀了 你们太无耻了 你欠我一条面 你对得起我吗 叶凡呼吸很是急促 唐平凡对得起红颜吗 这可是他女儿啊 亲生女儿啊 想到视频中 被武田秀吉折磨的宋红颜 再想到他早上被撞击的脑袋 和自杀玻璃 叶凡就恨不得掐死唐十二 同时 他对宋红颜更加怜悯和同情 连亲生父亲都拿他做棋子 还不顾他死活 这女人太让人灵犀了 他不能再让宋红颜受到伤害了 嗨嗨 唐十二差一点喘不过气来 随后伸手制止将婆婆他们靠近 艰难一笑 我知道 大哥也知道 我们都对不起你 只是富贵险中求 而且这一次打猎 留你一成给你他笑了笑 有这一成底蕴 你就能自成一家 叶家也会高看你一眼 呸 叶凡止不住怒道 什么一成底蕴 什么自成一家 我要的是这些玩意吗 我要的是红颜安全 叶凡 别再用力了 再用力 他就要死了 看到唐十二快窒息 宋红颜忙拉住叶凡的手 一切恩怨等脱身后 再说唐十二也是一笑 叶凡 我知道你恨我们 但我相信 将来你一定会感激唐门的 滚 叶凡也知道此刻不是内讧的时候 把唐十二猛的一丢 你们摆我一道 还让红颜受罪 我是不可能感激的 等我回去 我一定找唐平凡算账 他杀以伶俐 当初我就不该救他 让他被阿布一郎弄死好了 宋红颜 奄然一笑 没有劝告 反而很是欣慰 活下来了 脱身了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唐十二大笑一声 随后盯着手表 看到正好六点整时 他眼睛跳跃着猛兽的灵光 是时候了 他大手猛地对住半空一批 随着这一个手势 叶凡突然发现 原本死寂的山丘对面和两侧 猛地翻出无数名冷漠的黑衣人 接着 他们纷纷掀起一挺挺 古老又强大的成努 三人一组动作利索操作 两人合力抬起一根巨型长剑 狠狠塞入到成努指定的闲道 长剑在两名黑衣人 死命摇动扳手的时候 缓缓后缩 原本探出大半个剑身的长剑 慢慢藏腻 最后只剩下一个锋利箭头在外 漆黑箭头在雨水冷光中 就如死神的眼睛争鸣 风 风 大风 风 风 大风 轰 山林一沉 三百枚巨型弩箭破空而出 第1314章有他要的东西 呼 巨弩撕裂黄昏倾泻过去 这种古老成弩杀伤力极其惊人 一架成弩至少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发射 如果是调整位置攻击 更是要三人合力 它绝对是攻城略地的战略武器 随着响彻山林的弓弦颤动声 血龙猿完全被黑色流光笼罩 巨弩带着让人心颤的锐笑 毒蛇一般的倾泻而下 被锁定的制高点 火力点 关卡处 面对这样的箭矢就跟止活的一样 它们毫无挚爱地被射透 被掀翻甚至坍塌在地 叶凡清晰看到 一处高耸的哨塔 被巨弩轰得一声射断成中柱 然后咔嚓一声倒在地上 更有血衣门守卫被箭矢穿身而过 悲愤瞅住胸前巨大血洞 它们一边发出难以置信的绝望惨叫 一边如倒空的蛇皮带般软倒在了地上 而那根巨型箭矢物质又穿了七八个人的身子 才停了势头 一地鲜血 叶凡算是知道什么叫窜葫芦了 毫无防备的血龙园 面对筹备多年 还拿到园子构建图的唐十二 根本没有对抗之力 掠过血龙园的山峰 掺杂着浓重的血腥气息 如枯四起 原本尽力祥和的血龙园 先是出现了小范围的喧嚣 接着那喧嚣声传遍了整个园子 啊 死人了死人了 血龙园就像是被捅烂的马蜂窝炸潮了 惊呼 惨嚎 喊叫 坍塌 种种声音交汇在了一起 瞬间就形成让人震撼的滔天巨浪 血龙园子弟感觉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就像是发生地震时一样疯狂 没有人第一时间反应有人袭击 有人在要他们的命 因为没有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也没有蜂拥进来的强悍敌人 有的只是树然想起的尖锐呼啸 但那呼啸声比惨叫声还要刺耳惊心 铺天盖地 无所不在 而且在每一声刺耳呼啸的后面 都伴随物体毁坏生命陨落的七粒惨号 很多血液门精锐从建筑中冲出来 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 就被巨弩毫不留情射穿身子 很多人至此都还没有明白 今天发生什么变故 侥幸从弩箭机射中活下来的人也猛了 他们看住比自己大腿还粗的巨弩 完全失去了正常判断 就像是受到惊吓的羔羊满是恐惧 他们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念头 唯一的法就是赶快躲避起来 偶尔有几个意识到袭击的血衣门高手 又在发出警报的途中被弩箭射杀 空气中流动着残酷和杀戮的味道 太变态了 山丘上的叶凡看住这一幕 再一次感受到五大家的威力 百年底蕴确实不同凡响 单单这如臂指挥的攻击能力 就绝不是一般好组能够相比 如果是五大家服杀自己 叶凡都不敢保证 自己有百分百活命机会 是 此刻 山上的五家联军又填充好了弩工 随着唐石尔一个手势落下 他们调整方向再度射向了血龙园 第一波弩弩打击的是制高点 火力点和防卫系统 这第二波则重点射向防守关卡和聚集的人群 巨弩很快嗖嗖嗖倾泻出去 血龙园城门很快被巨弩撞击 躲在城门后面的血龙园精锐 砰砰砰被蛮力撞飞出去 虽然没有马上死去 但也是断了肋骨 吐出一大口血 好几枚巨弩还卡在钢门轨道 让城门无法自动关闭 接着 巨弩又把十几队赶赴过来的血一门精锐 毫不留情轰碎他们手里盾牌夺了性命 血一门溃步成军 原家二郎藏金阁 郑家子制丹药塔 汪氏家族黄金库 鸿门诸室档案楼 唐门子弟实验室 看到失去了战斗力 唐石尔上前一步 对住耳机喝出一声 各司其职 各父生死 杀光 抢光 再烧光 唐石尔拔出一刀吼道 与子同袍 无数而郎翻身而起 启曰无依 沙寒震震 下一秒 唐石尔身先士族冲了下来 八百而郎也带着锋利之势 向血龙园倾泻而下 其中几个人更是冲在最前头 唐门唐战 郑家郑飞将 汪氏汪豺郎 袁是袁一剑 朱是朱英山 宋红颜扫尸一眼开口 看来五大家对这一战是在必得 不然不会出动这么多胜利军 叶凡低声一句 怎么都没见过他们 他们都是五大家的人 但都是没有身份的人 除了家族几个核心心知肚明之外 没几个外人知道 宋红颜没有对叶凡半点隐瞒 我也是回了唐门后 才对他们有研究 唐战是唐门黄金战将 为人孤傲 意志云游淬炼 精通各种刀技 年轻一代 他的刀法估计能排第二 第一嘛 当然是我家男人 那 郑飞将 郑是家主的贴身保镖 一手枪法和暗器非常了得 跟家主情同手足 汪豺狼 人如其名 伸手霸道 为人狂暴 出手残酷 动不动就喜欢把人撕碎 原一剑 原家丢去山门的一个天赋子侄 习武二十年 剑法无双 又快又准又狠猪 殷山 天生寒体 擅长寒冰掌 喜欢杀人无形 他们算不上坏人 但也不是什么好人 只对各大家主负责 他把前面五大家带头人 一一告诉叶凡 似乎要他对这些人多了解一点 避免将来吃了他们的亏 叶凡文言一探 五大家果然底蕴惊人 百年家族 没点底蕴早垮了 不过这一次阵仗 也算是出动生力军了 宋红年扫视着前方冲锋的人员开口 这么说吧 这一批人如果挂了 五大家虽然不至于垮掉 但绝对伤筋动骨 这里面的人 随便一个揪出来 都是五大家实打实的宝贝 放在地方上 全都能抵挡一面 他轻声一句 可以这么说 一个换血一门二十个高手 还是五大家亏 看来唐平凡 他们还真是砸出大本钱了 叶凡微微一惊 算是明白唐门他们出的力气了 随后他又微微皱眉 不过 我有一点不明白 正家捅血一门一刀 汪氏他们凑热闹吃点肉 我都可以理解 毕竟干这事 他们有利可图 可唐门干嘛要下死手 要知道 血一门跟唐门全面合作 唐门即将赚取几千亿利润 唐平凡干嘛还对血龙元下手 他眼里有着一丝不解 难道唐平凡嫌钱多 还是他跟血一门有仇 只是唐平凡跟进攻鸭子又非常交好 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宋红颜目光望向血龙元若有所思 也许里面有唐平凡想要的东西 第1315章有人出卖了我们 走 下去看看 听到宋红颜的猜测 叶凡眼睛一亮 随后拉着宋红颜向血龙元跑去 他想起唐十二刚才发出的指令 唐门子弟目标是实验室 叶凡想看看能否找到唐门此战的真正一图 至于援兵会不会赶赴过来包围 叶凡一点都不在乎 五大家把鸡蛋全部集中在这一战 又岂会不算计好敌人支援时间 而且他相信唐十二他们还有接应人员 宋红颜紧握叶凡的手 掏出一只没丢掉的枪械 跟住唐十二他们的线路前行 将婆婆忙跟上来保护宋红颜 三人下来速度很快 冲入血龙元时 唐十二他们正大开杀戒 啊 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好不容易小下去的动静重新掀起 整条园子再度像是平静湖面被投入巨石 惊呼声 惨叫声 刀剑声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最后汇聚成滔天巨浪 一座座建筑大门被踢开 被撞毁 被弩剑和刀尖硬生生侵占 好几栋固落金汤的建筑 原本肛门紧闭 却不知为何突然从里面打开 让武家精锐能够轻易冲入进去 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瞬间被宰杀 在太阳能路灯的照耀下 便是身在远处 叶凡和宋红颜也能依稀见到 那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彪悍身影 昏暗的夜色中 剑光闪耀 刀刺如电 一股血腥在夜空中腾生起来 快 快 杀光 给我全部杀光 一个小时 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必须撤离 不然血衣门就会包围这里 前行途中 唐什尔对住耳机杀气腾腾地喊住 不断下令五大家最快速度清理敌人 八百名联军动作更加疯狂 更加暴力 几乎是见人就杀 杀意很快淹没了整个血龙园 接着 又有一波五大家的联军从山丘涌了下来 不过他们手里没有武器 只有电脑 卫星电话和各种仪器 他们轻车熟路冲入锁定的建筑 把血龙园的秘方 藏金阁的5G 实验室的数据全部拍摄下来 接着 他们又第一时间把资料传到各大家手里 很多价值连成的字画 真丸 古董 也被粗暴打包 叶凡清晰看到 一个唐门子弟 拿着一幅杨国字画 再擦拭住自己染血的军刀 这一幅画 叫丑小孩 价值两个亿 叶凡暗呼一声 抱点天物 半个小时后 血龙园渐渐安静了下来 厮杀已经到了尾声 四周的太阳能灯亮了起来 很惨白 映照着各个姿态各异的尸体 园内各条道路 各个建筑 各个角落 五家精锐浑身绽放着宁丽杀器 提着刀剑在做最后的巡视 偶尔会碰上三五个躺在阴暗处 发出痛苦呻吟的伤者 他们便会毫不留情 上前补上一刀 然后继续搜索 继续杀戮 空气中 弥漫着血腥气味 期间有十几名从地上 是冲出来的血 一门高手反抗 他们杀死十几名 五家精锐后 马上被唐湛和汪豺狼等人 扭断了脖子 随后 五大家加大报复的力度 不管敌人死没死 都在咽喉捕上一刀 很快 十几个装死的杨国人 悲催死去 在叶凡带着宋红颜 靠近唐十二时 在一个镂空的假山旁边 唐门子弟 发现了一对全身颤抖的母女 母亲身穿和服 盘住头发 很有气质 羽孩十岁左右 有点呆滞 穿住一身浅蓝色裙子 看起来好像是病服 短暂的沉默过后 唐门子弟露出 无可奈何神情 动作熟练的一斗刀剑 准备击杀他们 不 不要 你们不要碰我的孩子 我们就是来参观的 就是来看一看的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做过 饶料我吧 不要杀我 求救你们了 让我干什么都行 妈妈 妈妈 和服女人的求告 和孩童的啼哭 生生自自 如同气血 彭腹是原汁哀啼 让人不忍足瘟 叶凡盲出声喝纸 不要动他们 这两人 我要了唐门子弟 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唐十二 唐十二手指一挥 让叶绍处理 唐门子弟 马上把他们揪出来 丢在叶凡面前 随后转身 继续去搜寻 可能的活口 和服女人 对住叶凡连连点头 饶命 饶命 求你放过我的孩子 你们杀我无所谓 他一脸哀求 求求你们叶凡淡淡出声 你们留在这里不要动 我们离开后再走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和服女人又刻出一个响头 随后长身而起 小女孩却木头一样呆滞 连谢谢都不会说 只会啼哭住妈妈两个字 叶凡心里微动 重新扫视两人一眼 喝出一声 等一下 这不是你女儿吗 为什么要脱旧她的双手 还在她身体刺乳银针 更是对她进行了催眠 这孩子绝对不是你的 叶凡声音猛低一沉 你究竟是什么人 So 话音一落 和服女子脸色巨变 头发对住叶凡就要一扫 发烧上 藏匿着几十枚毒针 这么近的距离 只要飞射出去 很容易伤到叶凡 只是还没等她发出毒针 就听砰的一声枪响 和服女子脑袋开花 眉心多了一个血洞 随后直挺挺倒地 她死不瞑目 毛子最后的剪影 是宋红颜手里冒烟的枪口 叶凡望向宋红颜苦笑 你早看出她有问题了 这么多人死了 连血衣门高手都被挖出来杀掉了 她带着孩子凭什么活到现在 宋红颜看住尸体轻声一句 武家精锐不可能眼盲手软 对他们放水 叶凡感慨一声 还是你惊艳足啊 宋红颜奄然一笑 是你太善良了 她的枪口微微一偏 指向小女孩 这丫头是无辜的 别伤害她 叶凡忙按住宋红颜的枪械 她双手脱臼 背部刺了银针 还被催眠了 随后 她拉过小女孩 恢复她双手 伸手一拍 取出她身上几枚银针 接着又打出一个 想止化解催眠 让她模糊的神智清醒过来 叶凡还顺势检查她身体一番 发现她体质不错 但状态为民 身上还有不少针孔 大哥哥 大姐姐 不要杀我 她不是我妈妈 她是智力博士 是抓我做研究的坏人 缓过来的小女孩 扑通一声跪地哀求 她逼我一切听她 但 不然就要让我痛死 还要杀我听到智力博士 唐石尔眼睛一眯 下意识看了看小女孩 别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叶凡一笑 你跟住我们 晚一点跟我们一起离开 小女孩连连点头 感激不已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呜 就在叶凡要追问小女孩名字时 她的耳朵止不住微微移动 随后 叶凡手脚一展 像是乌龟一样趴地 聆听片刻后脸色大变 她对住唐石尔他们吼出一声 不好 大批车队包围过来了 唐石尔扫过时间一眼 不可能 敌人最快也要15分钟后赶到山脚 而且我们在路上安排了不少人手 如果有敌人靠近血龙园早就示警过来 她看住安静手机充满了信心 嗖嗖嗖 几乎同一个时刻 血龙园外围传来几句七粒惨叫 只是惨叫刚起 很快又熄灭 如非太靠近门口 叶凡他们根本听不清 唐石尔他们下意识妄想来路 正见八个黑衣忍者在山林一闪而逝 不仅速度极快 还摧枯拉朽杀人 不少五家精锐还没锁定他们行踪 就被对方毫不留情割断咽喉 天涉高人 他们怎可能出现在这里 唐石尔打了一个机灵吼道 有人出卖我们 关门 快关门 没等他震惊完毕 叶凡已经吼叫一声 如利剑一样冲向敌人 第1316章九死一生 听到唐石尔吼叫被人出卖 叶凡就知道大事不好 五大家联手部署的计划 一般不可能有纰漏 一旦有纰漏 就绝对是非常致命的事情 看到高人攻杀过来 还逼进城门口 叶凡就知道 敌人不仅来势汹汹 还无比强大 他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 把几千斤的钢门关上 否则敌人一旦冲入境来 主场作战 好都能耗死自己和五大家 这是天射八人 拦住他们 唐石尔也反应过来 对耳机吼道 修复防空系统 他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知道 这一次九死一生 有人想要唐门死 不 是要五大家伤筋动骨 一直掌控全局的唐石尔 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也做了妻子 城墙门口 还有十几名唐门子弟 听到指令 马上窜了出来 他们扫尸被巨弩卡住的钢门一眼 转身就冲向八名 来使汹汹的高人 他们清楚自己不够力量 关闭城门 前脆利落 选择战死争取时间 正非将他们也瞬间散开 一批人战局制高点 一批人修复防空系统 一批人冲向前方支援叶凡 忙而不乱 天射八人 生老病死 怨他们 宋红颜也身躯一江 随后向叶凡冲过去 叶凡 小心 啊 打斗和惨叫再度刺耳响起 招视着八名高人 难于抵挡 虽然叶凡对唐门没好感 但看到唐门子侄这样战死 他还是充满着愤怒 叶凡全力一冲 请客到了城门 双手抱住一百多斤的巨弩 吼叫一声 要把他从轨道拔出 巨弩不仅射死不少血一门子弟 还刺入地面好几寸深度 箭头更是卡住一根运行轨道 刃将会非常危险 叶凡的余光已经能捕捉到射来的车灯 毫无疑问 进攻牙子带着大部队快到了 八道黑影很快逼近 手中一闪 武士刀嗜血射人 叶凡 小心 就在这时 宋红颜 带着人冲了过来 他一边向叶凡示警 一边对住叶凡上空射击 砰砰砰 一连串的枪声中 五六颗子弹倾泻了出去 虽然子弹没有打中八名高人 但也让他们身形一致 这个空档 宋红颜 带着将婆婆几个冲到叶凡面前 当当当 将婆婆带人对抗扑来的高人 给叶凡迎娶一点时间 宋红颜打光子弹后 又拔出一只捡来的枪械 对住死气沉沉的高人射击 死忍 死忍身形一闪 避开宋红颜射击 随后请客到了对方面前 武士刀一劈而下 小姐小心 将婆婆见状脸色巨变 一枚飞镖飞射过去 死忍一转武士刀 把飞镖狠狠劈落 随后一脚窜向了叶凡 叶凡感觉到了危险 正要腾出一手阻挡 却见宋红颜挡在了前面 砰 一声巨响 宋红颜被死忍踹飞出去 跌入城门里面喷出一口血 他想要挣扎起来 却怎么都没有力气 翘脸无比苍白 他弱弱出声 叶凡 小心 混蛋 看到宋红颜受伤 叶凡先是一愣 随后吼叫一声 整个人怒意冲天 左臂力量猛的一涌 他咔嚓一声拔出了巨怒 对住死忍猛的一扫 其余高忍同时嗅到了一股澎湃的力量 无法遏制的力量 他们下意识喝酒 小心 死忍一转武士刀横挡 当 一声巨响 武士刀断裂成两截 巨弩去世不减 狠狠扫向死忍胸膛 后者脸色巨变 双手一拍 借力就要后退 只是一拍 一股蛮力就倾泻过去 巨弩打断了死忍的手掌 咔嚓一声 死忍掌心碎裂 接着手臂一折 臂膀一弯 整只胳膊扭曲 下一秒 气势不减的巨弩 狠狠打中死忍的胸膛 砰 死忍被这一弩打飞出去 身子翻滚七八下也落地 随后用力挣扎起来 却是一口鲜血喷出 一股锋利的气息 在城门迅速蔓延 锋利的让每一个人 都后背发寒 其余高人脸色巨 他们没有想到 叶凡不仅拔出了巨弩 还重伤了死忍 更让他们惊讶的 发怒的叶凡 让他们下意识感到窒息 叶凡对住他们吼叫一声 伤了红颜 你们全得死 说完之后 他手持巨弩猛的一扫 把聚集的七名高人 全部避开 接着 叶凡一丢巨弩 身子一纵 最先向一个女人扑了过去 生忍 速度极快 几乎转眼就到 扑 生忍翘脸俱变 娇喝一声 全身迎针抱舍而出 叶凡不躲不闪 只是吼叫一声 死 一拳冲出 立风大作 迎针全部被拳头的立风卷走 拳头去是不减 打向生忍胸膛 生忍下意识双手搁 肋骨断裂 整个胸腔也断裂 背后砰的一声 突出一个拳头的形状 生忍 死 逆 见到叶凡 请客杀了生忍 剩余六忍他们下意识停滞脚步 震惊叶凡如此强大 待他们惊觉到危险时 叶凡又到了他们面前 又是一拳气势如虹冲出 怨忍怒吼一声 挥舞武士刀抵挡 咔嚓 武士刀断裂 手骨断裂 口鼻断裂 接着叶凡拳头 打中他的额头 整个天灵盖一声巨响断裂 怨忍 死 病人眼皮一跳 武士刀从背后劈过去 当 叶凡身子一转 左手一轰 武士刀请客变成碎片 拳头气势不减 轰在蜷缩半空的对手身躯 病人身子一抖 摆还一震 关节碎裂 哀嚎摔落在地 生机熄灭 啊 叶凡举手投足 杀三人 伤一人 一名老忍身躯僵直 下意识退后几步躲避 嗖 叶凡身子一纵 一拳打在老忍背心 啊 老人惨叫一声跌飞 口鼻喷血 他咬牙爬起来 继续后撤十多米 随后心脏爆裂 一头栽倒 没了生机 地径大圆满 看到叶凡杀人如杀狗 彪悍得不像话 其余三人脸色一变 抓着武士刀就要后撤 可是已经太迟了 叶凡已经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手里抓起一把锋利的军刀 人随刀走 一刀划出 轰 虚空炸裂 风云变色 整个夜空似都被叶凡一刀劈开 三名高人虽然抬起武士刀抵挡 可在叶凡这一刀下 三人脆弱如纸糊般 当场被劈成两半 叶凡没有停歇 反手一刀 斩落了伤害宋红颜的死人脑袋 那一刻 最后意识的死人仰望半空 看住叶凡的身形 只觉如神明将士 悟 在进攻雅子率领车队 冲到血龙园大门口时 他听到一记刺耳却低沉的摩擦声响起 那苍凉雄浑的声音撕裂夜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正要长驱直入的进攻雅子震惊地发现 天射八人不仅没有掌控住城门入口 反而被人砍了脑袋 丢在地上失重 而与摩擦声相伴的 是五千金刚门缓缓关闭的最后缝隙 那是一种虽然缓慢 却又令人绝望的速度 城墙上 叶凡手持巨弩 迎风烈烈 宛如一尊神魔 第1317章重重包围 叶凡的身影 竟给仰望的进攻雅子 一种目光刺痛的感觉 同时 一股滔天恨意 从进攻雅子心里倾泻了出来 虽然叶凡一伙人全部戴着口罩 戴着面具 还换了一身衣服 但进攻雅子 还是能够辨认出叶凡的身影 对于这个杀死儿子的凶手 进攻雅子这半天看了不下一百遍 等他知道五天秀吉被叶凡杀死时 他就恨不得冲去现场 把叶凡大卸八块 只是他职责在身 还要捕杀更大的鱼 让他不得不全力压制住心中悲愤 天底下 还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呢 而且五天秀吉是他唯一的儿子 进攻雅子足足忍耐了半天痛苦 这几个小时也把叶凡刻入了心里 发誓余生要倾尽全力杀了叶凡 如今看到他的身影 又看到天涉八老横死 心仇旧恨彻底暴动不已 进攻雅子拉开车门 不顾保镖阻拦 站在前头连喝三声 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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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比一声凄厉 一声比一声暴力 似乎他要把叶凡千刀万挂 几十名血衣门子弟迅速动作 手持盾牌冲前保护进攻雅子 叶凡没有半点回应 只是身子一攻 手中巨弩对住进攻雅子一抛 轰的一声 巨弩对住进攻雅子飞射出去 气势惊人 门主 小心 几十名血衣门子弟嗅到危险 气气吼叫一声 随后高举盾牌阻挡聚弩 砰砰砰 聚弩很快撞中盾牌 只听一记惊天动地的乍响中 盾牌一张张碎裂 十几名血衣门子弟惨叫跌飞 有人还被聚弩直接从胸膛穿过 登登登后退了好几米 撞中其余盾牌继续翻飞 盾牌破碎 人手跌飞 三层盾牌全部被巨弩撞碎掀翻 一片狼藉 进攻雅子的防护几乎全部瓦解 而巨弩气势不减继续冲向进攻雅子 保护门主 十几名血衣门高手脸色巨变冲了过来 八人同时出手拍击宛如毒蛇穿击的巨弩 还有三人横在进攻雅子前面做最后防护 众人全力保护进攻雅子 砰砰砰 八人十六只手拍在巨弩 让他轰得一阵迟缓速度 后面三人身子一转 双手一抱 全力压制巨弩鱼力 呲得一声 巨弩在三人手里滑行了一米 把他们掌心都摩擦出一股鲜血 随后才缓缓停滞了下来 巨弩距离进攻雅子只有一寸 锋利剑间清晰倒映住进攻雅子的毛子光芒 进攻雅子依然没有动作 没有出手也没有后退 只是站在原地冷冷看住巨弩 好像根本不把这一支剑放在眼里 只是几个轻信捕捉到 进攻雅子的为止抖了一抖 城墙上的叶凡叹息一声 可惜了 如非刚刚击杀天射八人 和关闭缸门耗掉不小力气 刚才那一弩就能毫不留情 射杀进攻雅子 唐十二他们也是一脸遗憾 除了遗憾叶凡雷霆一击失手外 还遗憾没有想到 进攻雅子会冲到前面犯险 否则让至高点的枪手一起开枪 就很有机会爆掉进攻雅子脑袋 群龙五手 五大家就有机会多活几个人 保护门主 叶凡这一击 吓坏了来势汹汹的血衣门子弟 血衣门还没把叶凡他们一网打尽 却差点死了进攻雅子 这传出去也太丢人了 无数盾牌向前涌动 把进攻雅子严密保护起来 同时护着他往后退出十几米 站在两辆浅绿色的装甲车中间 接着上百名血衣门高手搜搜搜飞射 站在盾牌后面高度戒备 避免叶凡他们又抛射巨弩 伤害主子 进攻雅子没有太多波澜 反而昂着头死死盯向叶凡 眸子充满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他一声令下 围了 指令一下 带来的几百人很快散开 鹤枪实弹占据有力位置盯住叶凡他们 他们刚刚严阵以待 又有一批批汽车开了过来 把整个血龙园围了起来 还打开车灯射向了城墙 车里钻出数不清的血一门子弟 手持冷热武器纸又包围了一层 没有多久 六架直升机呼啸着 停在血龙园的空阔地上 舱门打开 探出一挺挺杀气腾腾的机枪 枪口全部对准了叶凡和唐诗尔他们 最后 血龙园附近的山丘也出现无数血一门子弟 漫山遍野 手持刀枪 堵住了叶凡他们任何退路 只要进攻雅子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攻击 别看了 进攻能够这么快赶赴过来 还调动这么多人包围 热武器也是一批批的 确实能说明五大家中有内鬼 不过这个内鬼不在我们群中 甚至他没有接触到 你们此次计划的核心 叶凡一边望向远处 调兵潜将的进攻雅子 一边打消唐诗尔对众人的猜忌 不然血龙园不会毫无防备 也不会被五大家杀得鸡犬不宁 那些宝贵的秘籍 药方 武器 实验数据 也不会让五大家拍摄下来 传回各家手里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有人知道五 大家有针对血医门的行动 但不知道你们具体对哪个地方 哪个人下手 因此内 鬼通知进攻雅子 有行动后 进攻雅子能做的 就是暗中聚集兵力 然后最快速度应付变故 如果进攻雅子真知道 血龙园是目标 不说转移那些国宝级的研发人员 就是早来十分钟 也能里外夹击团灭我们 所以你不要再猜忌身边人 雷叶凡提醒一句 八百而狼 唯有一致对外 才能有机会 活几个人 这个时候 叶凡不希望再有算计 你这分析有道理 看来是我乱了分寸 唐石尔迅速调整心态 随后又盯着前方苦笑 至这里 五大家元气要大伤了 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过来 他背负双手感慨一声 我们租了血医门的根 血医门也掐了五大家的肩 这一次 可谓是两败俱伤了 唐石尔还希望 内鬼是血医门的 卧底 而不是神州某股势力所为 不然这一出借刀杀人 也太可怕了 这是一件双雕的四两拨千斤 无论再怎么艰难 我们都要努力活下来 叶凡眼里闪烁着一抹光芒 我要全力带着红颜回去 唐石尔叹息一声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活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这种包围 插翅也难飞 汽车 装甲车 直升机 高手 枪手 冷热武器 还是几十倍兵力 八百精锐 哪可能对抗 他补充一句 甚至不要包围 一个集团冲锋 咱们估计就顶不住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 枪炮和直升机 防空系统虽然已经修复大部分 但也扛不住血 一门几个回合 集团冲锋 第1318章 斗智斗勇 虽然势单力薄 但叶凡还是不想任人宰割 至少他也要拉几千人陪葬 他跟唐石尔低语一阵后 唐石尔就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转身带人去安排 趁着血衣门子弟把血龙园包围个水泄不通的空荡 叶凡还去看了受伤的宋红颜一番 死人那一脚不算致命 却也让宋红颜受到不想伤害 索性血龙园什么医药都有 叶凡找来一些药品和银针救治 宋红颜脸色很快好了不少 躺在一个休息室休息 将婆婆照顾着他和小女孩 叶凡叮嘱将婆婆一番后 又重新返回了城墙 此刻 部署完毕的进攻牙子上前一步 对助叶凡喝出一声 叶凡 我知道是你 你杀了我儿子 血洗了血龙园 别说你只是戴着口罩 就是化成灰 我也能认出你 我告诉你 你们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了 不仅山上包围 山腰和山下 也都是血衣门子弟 我知道你很厉害 还在浅草寺大开杀戒 但我依然不相信 你能从我三万子弟 和枪炮中杀出去 进攻牙子穿上一件防弹衣 目光很力盯住叶凡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放下武器投降 然后乖乖承认你的身份 你的罪责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有 一条活路 你和宋红颜也不用做亡命鸳鸯 不然你们一个个全会被乱枪打死 还会被我堕碎了胃狗 我更会把你惨死的视频 传给叶唐欣赏 你杀了武田秀吉让我 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也该让你爹妈感受一下 中年丧子的痛苦 气泄投降 自认身份 饶你不死 他已经收到消息 叶凡来杨国之前 就找借口跟官方大闹一场 然后辞掉了武蒙第一使 国士 华一门主等官方身份 进攻 雅子不仅希望拿下叶凡千刀万剐 给儿子报仇 还希望连神舟也一起问罪惩罚 不然不足于发泄他心中的怒火 给你三分钟 再不气泄投降 我就下令全面攻击 你该清楚 我 连血一门子弟冲锋都不用 只让直升机扫射你们 就能把你们打得稀巴烂 直升机虽然因为防空系统冲不进去 但远距离扫射你们 没有半点问题 你们 根本没有跟我对抗的底气 不 你们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 进攻雅子声音响彻着全场 也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霸气 这一股自信 让血一门子弟嗷嗷直叫 士气大震 一扫武田秀吉 天射八人 横死的沮丧 进攻门主 晚上好 很高兴见到你这个亲王 叶凡文言大笑一声 随后站在城墙前端 盯着进攻雅子 可惜 我不是什么叶凡 我也不认识叶凡 我就是打架劫舍的人 不小心打劫到血龙园 然后还侥幸的成功了 所以你们要报复 就放马过来 没必要把我诬陷成什么叶凡 你这么恨叶凡 他是杀了你爹 还是杀了你儿子 叶凡毫不客气刺激一句 同时扫过人群后面的 十几个外籍记者 嘴角勾起一抹吸血 想要套他的话 拿他借题发挥 叶凡哪会给血一门机会 听到杀了儿子 进攻雅子心里一揪 夺过一枪 对住城墙 就是哒哒哒扫射一番 打得青砖啪啪啪响起 进攻雅子举起枪械 对叶凡吼道 叶凡 你要找死是不是 你伸手再厉害 挡得住我子弹 能挡一颗 十颗 能挡一百颗 一千颗 还有一分钟 再不投降 我就杀光你们 他不知道 叶凡如此强势的 底气哪里来 无数血一门靠前一步 刀枪凌厉 指向叶凡 直升机也调转中枪 锁定叶凡 准备随时开枪击杀 我当然挡不住 你们这么多人这么多枪 可我不觉得你们敢开火 叶凡哈哈大笑一声 不然你进攻 就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进攻雅子声音一尘 什么意思 叶凡没有说话 只是大手一挥 很快 一百多名武大家精锐 冲上城墙 每个人都扛着一个大袋子 在叶凡示意中 他们在城墙哗啦啦 倾泻住袋中东西 金砖 血钻 叶明珠 瓷器 字画 古籍 武技 战刀 药方 瓶瓶罐罐 一堆堆价值连城的东西 在城墙上散了开去 刺激着无数血一门子弟的眼睛 进攻雅子脸色 止不住一遍吼道 叶凡 你要干什么 这富山叶明珠 听说有三百年历史 价值一个亿 这菊翼文字战刀 好像是冲田总司用过的 价值三亿的国宝及利器 这敦煌遗书 妈的 是血一门当年从神州抢的 叶凡随手抓起一堆东西 如数家珍向血一门说着来历 接着又把一个红通通的瓷器 拿在手里 这是三阳瓷器之一吧 陈阳 五阳 西阳 每一个都价值好几个亿 最重要的是 它代表着阳国瓷器最高的工艺 我记得 它 好像号称阳国唐三彩 而且是那一时期最后的三个瓷器 这个是陈阳 做工真不错 你看这太阳 多亮 多耀眼 叶凡把其余两个瓷器也找过来 血龙元 名不虚传 什么好东西都收藏了 很早就传闻这里聚集了阳国大半价值连城的东西 随便一本破书 一个夜壶都是沉甸甸的历史 以前我不信 现在我相信了 你说 如果你们开火把他们打碎了 打烂了 你们怎么向阳国官方交代 怎么向两亿子民交代 你们心里有历史吗 有对仙辈 缅怀的敬重之意吗 有对子孙负责的敬畏之心吗 毁掉这些古董 你们是对老祖宗不尊敬 是对子孙不负责 叶凡一声音变得慷慨激昂 叶凡 你够无耻 拿这些东西威胁我们 进攻牙子脸色难看 随后喝出一声 只可惜 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啪 话没说完 叶凡就把陈阳瓷器对住城墙一敲 当的一声 陈阳瓷器碎裂 啪啪啪掉下城墙 也刺激着血衣门子弟的心 叶凡丢掉碎片 又拿起舞阳瓷器笑了笑 不在意就好 不然我担心你心疼呢 进攻牙子怒不可斥 叶凡 我们不会受你威胁 啪 叶凡把舞阳瓷器也一声巨响敲碎 不受威胁就好 叶凡拿起了西阳瓷器 这可是最后一个了 他碎了 杨国再无那段公益历史了 进攻牙子脸色煞白 王八蛋 你不得好死 so 叶凡一抬手 西阳瓷器砸向进攻牙子的脚边 瓷器如流星一样撞向青砖 so 进攻牙子像是狸猫一样一傻而逝 双手接住那一个价值连城的瓷器 颤抖不已 第1319章 妻子苏醒 无耻 baby 进攻牙子见过不少劫持人质 劫持机密要挟的人 却从来没有见过拿古董来威慑自己之徒 如今 叶凡做了 还让他心颤了 正要叶凡所说 这些东西全都是杨国魁宝 是要传承子孙后代的东西 如果全部毁掉了 他死一万次也不够 他咬着牙不顾狼狈 西阳瓷器捧了起来 小心翼翼交给亲信 放入车里藏好 随后 他上前一步盯着叶凡吼道 叶凡 你也算是堂堂国士 世子神医 怎么能玩这种龌龊手段 而且这些古玩字画 书籍战刀 他不仅仅属于杨国 还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进攻牙子恶狠狠提醒着叶凡 你毁掉他们 是对全世界犯罪 也对不起全人类 第一 我不是叶凡 有时冲我来 别胡乱愿望叶凡那个好人行不行 叶凡脸上毫无情绪欺负 坦然看住进攻牙子开口 第二 就算我是叶凡 我都快被你们杀死了 还吃饱撑着讲什么仁义道德 你们可以这么多人 这么多枪炮欺负我们 我们就不能拿这些古董 构建一道防线 这就跟 你们拿刀子捅我们 还不准我们穿盔甲 这是哪门子道理 第三 我们虽然不是好人 但绝对是有底线的人 我们不会傻乎乎 去毁坏这些人类魁宝 绝对不会 倒是你们手里的枪炮 一不小心就会毁掉他们 毕竟榴弹飞射 谁也控制不住 所以他们毁不毁灭 不在于我们 而在于进攻门主 你 血衣门想要这批魁宝传承 那就不要胡乱开枪 砰 叶凡又一把砸碎一个唐三彩 不然就跟我一样 手一抖 东西就碎了 王八蛋 进攻牙子 口前舌燥 拳头攒紧 他不止一次 想要一声令下开火 但看着城墙的古弯字画 却不敢开口 积累百年的国宝全部毁掉 他就是死也难于心安 血衣门子弟也都群情汹涌 眼睛通红 恨不得掐死叶凡 这小子实在太可恶 太讨厌了 唐石尔则一脸笑容 虽然这些古董 不能换取他们安全撤离 但能抵消掉对方强大火力 也算是一件大好事了 上刺刀 进攻牙子在叶凡拿起一本古籍时 无比憋屈地吼出一声 全面进攻 拿下他们 他知道 十分钟能够解决的战斗 现在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但他真的没有选择 血衣门子弟愤怒的一锤地板 只是也清楚进攻牙子的无奈 人命价值 比起那些古丸 实在算不得什么 上刺刀 巫术血衣门子弟嗷嗷直叫 拔出武士刀 军刀 军刺 借助巨型盾牌掩护 向城墙进攻 叶凡也遵循着底线 没有动用热武器阻击 而是看住成百上千的敌人猛地挥手 放 郑飞匠 唐战 汪豺狼几个拔出几根巨弩 然后对住冲来的敌人猛地一抛 五只一百多斤的巨弩呼啸射出 击碎盾牌击碎人群 击碎横荡的一切 血衣门子弟顿时人羊马翻 不仅鼓着喷血倒地 还让盾牌多出几个缺口 叶凡再度一声令下 放 嗖嗖嗖 随着叶凡这一个手势 唐诗尔带着三百二郎闪出 城墙马上响起了金属弓弦声 无数弩箭如雨点般向血衣门子弟倾泻 缺口中的敌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弩箭嗖嗖嗖射死在地上 惨叫响起 鲜血直流 让后面的人莫名心颤 血衣门子弟不断挥舞武器 披露弩箭 但依然挡不住蝗虫一样的密集箭语 进攻牙子拳头紧握 眼睁睁看着 好几名血衣门轻信 被利剑钉在了地上 惨不忍睹 片刻之后 冲锋的几百名血衣门子弟 尽数倒在了血泊中 死伤几乎各一半 血腥气息开始弥漫扩散 尸体堆积如山 还有部分冰死者的凄惨喊叫 在夜空中刺耳飘摇 叶凡没有下令击杀受伤的敌人 他要留着这些失去战斗力的人 耗损进攻牙子的有生力量 只是进攻牙子连眉头都没有皱 手指对住城墙再度一挥 上 杀 三千名血衣门子弟同时冲锋 盾牌和弩剑一起压了上去 守住 给我守住 一定要守住 看到血衣门密密麻麻的冲击 唐石尔面目扭曲喊住 一股杀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 双眸在不知不觉间已然血红 他给人感觉就像是一只陷入困境中的凶手 守住 守住 多守住一会 咱们就多一丝活命希望 唐石尔虽然知道这种情况难于突围 也不可能有支援 但还是希望努力活久一点 万一能想到脱身机会呢 五大家金锐也知道生死关头 所以一个个全都完命 搜搜搜 正非将他们抛出巨弩掀翻一片后 五家金锐马上跟住捕射弩剑 扩大杀伤敌人的战果 血衣门子弟再度出现不小伤亡 不过还是有一千多名敌人冲到城墙下面 用盾牌连成一体护住自己头顶后 也闪出弩剑搜搜搜向城墙射击 无数弩剑向城墙倾泻过去 隐蔽 唐石尔剑状忙躲入墙后固体 还出声喊叫五家金锐躲闪 话音刚落 就见漫天剑雨射来 搜搜搜 无数利剑覆盖城墙 顷刻间 城墙四周就刺满了几千只弩剑 满目疮痍的感觉让人止不住的畏惧 十余名躲闪不及的五家金锐惨叫倒地 每个人身上都刺着四五只利剑 鲜血不可遏止流出 唐石尔对众人吼出一声 小心 小心 趁着唐石尔他们躲避 血衣门队伍马上窜出几十名高手 一甩绳索套住青砖就蹭蹭蹭攀爬 嗖嗖嗖 就在这时 一只躲藏的叶凡闪出 双手一扬 八只弩剑直接从他手指中飞射出去 每一只弩剑都一口气射穿三四人 几十名血一门高手根本无法抵挡 心口一痛就惨叫着坠落地面 残存几人侥幸登上城墙 却被郑飞将他们毫不留情斩杀 叶凡没有停歇 从城墙抓起利剑就反射出去 尽数没入盾牌缝隙中的敌人 他力气巨大 随便一射就能动穿盾牌 把后面敌人定在地上 树溪之间 叶凡连杀几十剑 射程内的血一门子弟全部血肉飞剑 唐石尔他们马上起身 也捡起弩箭射向敌人 血一门也冲出两千元兵 双方你来我往厮杀 无比激烈 半个小时后 双方都损失惨重且疲倦不堪 对 随着进攻牙子一个指令 血一门冲锋忽然停住 血一门子弟向后面退去 叶凡和唐石尔他们没有高兴 他们心里都清楚 血一门这是重新整队 准备新一轮攻击 那将是最艰难的生死时刻 在血龙园大打出手时 宝城 叶唐 赵明月正急匆匆走入叶天东办公室 叶天东正站在阳国地图前面 神情说不出的凝重 赵明月上前一步对叶天东急切开口 我要去救儿子 血一门暗中囤兵十万 进攻牙子执掌十八路实力资源 千叶 德川 高桥家族全由他调遣 叶天东转身看住妻子一探 他们等住叶唐自投罗网 也等住定性血龙园一事 是神州所为 难道就因为担心神州 被国际指控 就眼睁睁看着儿子 死活不管了吗 赵明月心里很是难受 叶唐不变动 那就我去 哪怕死 未要跟儿子死在一块 叶凡是叶家子侄 叶唐怎能见 死不救 这时 大门又被人重重推开了 老太君带着其无极他们走入境来 哪怕 死一千名叶唐子弟 也要把叶凡给我救回来 明月 去 通告杨国所有叶唐棋子 苏醒 第1320章后背计划 汪豺狼 你带郑家子侄 守东面 朱英山 西边由你全面负责 郑飞将 北边口子交给你们了 唐战 这南面的正门城墙你来守 袁一剑 你带人巡视整个园子 不要让敌人潜入境来 同时机动协助四面 36红克 尽快攻破敌人屏蔽 想法子跟外面取得联系 在宝城暗部汹涌的时候 唐十二对住五大家首领 快速做出安排 叶凡也抓紧时间救治伤员 几个小时攻杀下来 双方都损兵折降不少 叶凡最快速度给伤员救治 还让人去药材库找来药材 熬了十几锅药汤 给众人驱寒暖身 所以吃喝用度没半点问题 如果能守住城门 不让敌人攻入境来 八百人在血龙园 活一年都没有问题 于是 在叶凡的指挥下 一箱箱血灵芝 一盒盒灵芝 以及其他珍贵药材 哗啦啦倒入铁锅熬制 血灵芝的香气 很快飘荡起来 狠狠刺激着血衣门子弟的嗅觉 进攻牙子更是心如刀角 能送入血龙园的灵芝 全都是百年以上的极品 这样被叶凡他们当菜吃 他怎能不愤怒 他一口气发出了七八个指令 重新部署队伍准备拿叶凡脑袋击刺 只是叶凡没有在意血衣 你也是 受伤了也不多睡一会 看什么手机 叶凡给宋红颜倒了一碗汤 轻轻吹了几下 休息室顿时香气四溢 宋红颜奄然一笑 睡了那么久 好多了 放心 我休息够了 不会影响到伤势 再说了 外面厮杀那么激烈 我就是想睡也难于睡的安宁 所以乾翠醒来 翻翻黑龙山的离线地图 他还伸手一抚 叶凡脸上血迹 毛子说不出的温柔和疼惜 看地图 叶凡把剩余的灵芝汤 给将婆婆他们喝 想要找缺口出去 宋红颜一笑 再怎么绝望也要残存一丝希望 他心里清楚 对于现在的叶凡来说 只要他不想死 他一个人很大概率能活住出去 所以他希望给叶凡找到一个缺口 不会有缺口的 有缺口的话 唐十二这种精明人 早就第一时间跑掉了叶凡叹息一声 而且外面至少三万人围着 能冲出一重二重包围 也未必能冲出第三重包围 我还感觉 除了这三万炮灰之外 进攻牙子手里还握着重兵 刚才几个小时的攻杀虽然激烈 但叶凡总感觉 进攻牙子没有竭尽全力 至少比叶凡想象中要轻松一些 不然在叶凡承诺 不再损毁杨国文物前提下 进攻牙子完全可以 直接压上三万人全面攻击 现在十分之一兵力攻击 更多是围着他们慢慢耗损 理由有三个 宋红颜显然早就想过这些问题 看住叶凡轻笑一声开口 第一 进攻牙子担心雷霆一击 会让五大家狗急跳墙 到时抱着血一门文物 一起玉石俱焚 就成民族罪人 对于上位者来说 这些文物远远比人命更重要 毕竟死的不是他们子质和亲朋 第二 进攻牙子知道你身手厉害 还看出现在的你具有七成战斗力 他担心这个时候收紧绳索 会让你有余力与死网破突围 一旦让你突围出去 血一门余生动媚的安宁 所以他想要温水煮青蛙耗死你 等你只剩 下一城战斗力在收拾你不迟 第三 也是进攻牙子最大的意图 那就是围点打员 他认定你是叶凡 也知道你是叶家子质 只要把你危险处境传出去 叶汤不可能没有动作的 武田秀吉和德川四郎他们都死了 血龙园也被你们洗劫得不成样子 血一门今天可谓损失巨大 颜面更是 丢到全世界了 杀掉你我 以及一大批没有身份的武大家子之 已经不足于让进攻牙子 向杨国子民交代 杨国也不希望 这只是一场江湖厮杀 杨国要把江湖市变成庙堂市 所以进攻牙子一边有序为杀你 一边严阵以待等待夜堂救援 他们想要急急问责 所以进攻牙子没有全面进攻 很大概率是等着夜堂动作 宋红颜咳嗽一声给出判断 希望我妈能保持理智 几乎同一个时刻 唐门小院将秘书走入后院凉亭 他一眼看到唐平凡正跟郑龙城下棋 脚步放轻走了上去开口 唐老 叶凡和唐十二他们顶住了攻击 虽然大家都损失不小 但彼此都没有伤筋动骨 进攻牙子下令今晚为而不攻 等德川家族等金锐到了再动手 他补充一句 听说天社的蚂蚁大长老也会过去 看来夜凡他们危机四伏啊 郑龙城捏着一枚棋子 盯向了唐平凡 老唐 咱们这次怕是要栽跟头了 你啊 骄纵了一点 也不弄个后背计划 他叹息一声 多派一队人暗中接应也好 幸亏大部分秘方 五计 情报 实验数据第一时间传了回来 不然这一次打猎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包围 还是人家主战场 你能派多少人接应 唐平凡淡淡一笑 至于后背计划 我不是早安排了吗 你有安排 郑龙城先是一愣 随后一拍大腿 叶凡 叶躺 啪 唐平凡落下一子 将军 第1321章努力活下去 叶凡伺候完宋红颜 喝完灵芝汤后 就输入白芒为他治疗伤势 让他身体快速好了起来 随后叶凡就准备离开 穿上这个 宋红颜出手拉住了叶凡 随后摸出一件 薄软的金丝残衣 这是刚才你们搬运文物 鼓完时 我从里面找出来的宝贝 楼兰战衣 盒子上标记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是杨国一百年前 从神舟手里抢来的 你穿上 他加一道护身服 这样你激战的时候 我也可以放心一点 他把楼兰战衣 给叶凡穿了上去 你不要想着我 我躲在这后方 安全得很 而且我还有防弹衣 看到女人这么说 叶凡只能 无奈一笑 谢谢 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之间不需要谢谢 宋红颜轻轻敲了 叶凡脑袋一下 随后轻声一句 如果死在这里 你会不会后悔 来杨国救我 毕竟你活下来 按照你的轨迹和能力 未来一定是神舟 屈指可数的人物 他眸子闪烁着一谋歉意 罪我美人息 行长杀人权 对于你来说 唾手可得 如果我会后悔 我就不会去 浅草寺救你了 叶凡笑了笑 而且富贵荣华 对于我来说 也不及你开心 自由的笑容 送红颜神情 犹豫了一下 你跑来杨国救我 唐若雪愿意吗 叶凡笑容微微一致 随后苦笑一声 有些事情 不是愿意不愿意 而是要不要去做 对于唐若雪来说 我去浅草寺救你 是对他和孩子不负责 可对于我来说 如果我不来救你 眼睁睁看着你 被五天欺负 那会成一辈子的心结 结了心魔的我这一生 只怕都不会快乐 那样一来 不仅是对你 对我不负责 同样也是对他 和孩子不负责 所以无法两边 妥善的情况下 我只能尽力 平衡了我一个人 跑来杨国救你 带来之前 我辞掉一切 官方身份之余 也让秦世杰 把我财产 分成了四份 一份留给我养父养母 一份给我亲爹亲妈 一份分给金志玲众人 还有一份 则是留给他们俩母子 五百亿 够他们锦衣玉食一辈子了 也是我能做到的 最大平衡 在叶凡眼里 闪烁一抹歉意和无奈 随后又多了一抹 坚定和执着 叶凡 你对我真好 宋红颜 毛子柔和无比 伸手一抚叶凡脸颊 出声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万一厮杀到最后 我不小心死了 你一定不要抱着我陪葬 我要你杀出去 活下来 唯有这样 我才不会感觉 对不起唐若雪人情 也唯有这样 你将来才能杀掉 进攻雅子为我报仇 他的目光有着期盼 他可以跟住叶凡一起死 但不希望叶凡 跟住他一起死 而这一战中 他很大概率 会成为叶凡的脱油瓶 因此宋红颜做出决定 一旦穷途末路 他就自杀 让叶凡多一点活命机会 所以他必须让叶凡 答应不抱住自己一起死 这是什么话 叶凡抓住女人的手 我来杨国就是跟你一起死 没死在浅草寺 那就死在血龙园 送红颜固执摇头笑道 我 不准 啊 毒咽 就在叶凡要回答时 东面上风口 突然传来了好几声惨叫 接着就是汪豺狼一激怒吼 保护好红颜 叶凡对将婆婆几个喝出一声 随后就身子一盏冲向了东面 进攻雅子没有再度正面进攻 却派出小谷队伍偷袭 毫无疑问是要让叶凡他们无法休息 叶凡速度很快 几分钟不到就冲到了东面城墙 他赫然发现 几个至高点的五家枪手摔死在地上 脸色乌黑 俨然是中毒倒下 不远处 还有十几个汪家子侄东倒西歪趴在城墙 身子不断抽动 正在慢慢流逝生机 叶凡跑过去 给他们喂入七星续命丹 然后他把药瓶塞给苏醒的人 让他们去救治其余中毒的人 而他继续冲向厮杀中心 城墙上 汪豺狼带着汪家精锐跟一伙黑衣人拼杀 黑衣人身影飘忽出刀无情 还自带一股黑烟 不仅让人难于捕捉 还给人一种棘手之胆 黑烟有毒 刀锋无情 汪家精锐难于对抗 如非汪豺狼足够强横 咔嚓咔嚓撕裂了几个敌人 怕是阵脚早被冲乱了 然而是如此 他们也不敢肆意冲杀 毒烟实在太强大了 叶凡一眼看出 这伙黑衣人怕是忍者 而且是来自德川家族的忍者 因为他们刀法跟德川四郎有些相似 小心 在汪豺狼被毒烟喷到身子一晃时 四名黑衣忍者搜得闪现 四把五十刀齐齐捅向了他的腹部 叶凡剑撞大吼一声 随后闪出鱼长剑扫了过去 剑光一闪 四把五十刀断裂 汪豺狼吼叫一声 凝聚力气冲前 刺蜡一声 金属手套直接撕碎四人脖子 四名黑衣忍者惨叫住倒地 鲜血直流 片刻之后就没了生机 你吃解药 我来对付他们 叶凡又把一瓶七星解毒丸递给汪豺狼 随后抓起一把五十刀 去击杀其余黑衣忍者 汪豺狼眼睛一眯 但莫看住叶凡背影 接着就吃下了解药 So 此刻 叶凡正冲到黑衣忍者面前 两名忍者看到叶凡冲过来 下意识挥舞五十刀抵挡 只听当的一声 五十刀断成两截 让两名忍者脸色俱变 下意识就往后退去 噗 叶凡没有给他们躲避机会 身子一闪 刀光一挥 两人动作瞬间停止 接着嗖嗖两声 两颗脑袋飞了出去 叶凡看都没看 从他们中间穿出 又是一刀 把另一名忍者刺刺在地 避避避 远处突然传出一声哨响 三长两短 正在厮杀的黑衣忍者 马上停止进攻 一边射出飞镖和黑烟 阻挡叶凡和汪氏子直 一边速度极快 从城墙撤离 汪氏子直士气大震 不管不顾 咬着几名黑衣人追杀 叶凡正要冲上去 突然灵光一闪 他趁着黑烟弥漫 视线模糊 迅速拖了一具尸体到角落 避避避 片刻之后 在急促地撤离哨声中 一名黑衣忍者 从城墙跳了下来 他扫视四周环境一眼后 就慌慌张张 跟上撤离出几十米的队伍 第1322章小星 夜色健身 血衣门200平方米的 临时指挥部 灯火通明 气氛凝重 十几名血衣门 和其他势力高层 站在电子屏幕前面 目不转睛 看住此起彼伏的厮杀 进攻牙子 原本要休整已晚 等天亮视线好一点再攻击 这样可以减少伤亡 和精准重创对手 只是夜凡嗷主血灵芝的举动 让他生出了一股子愤怒 于是进攻牙子 请出德川家族的德川太郎 也就是德川四郎大哥 亲自指挥忍者鹰 进攻让他安排 善于夜间行动的72名忍者 分成八支小队 轮流袭击夜凡他们 他还让直升机时不时启动 制造巨大声响 刺激五家精锐神经 他要让夜凡这批人 一个晚上都不得安睡 只是计划虽然进行顺利 面对德川忍者神出鬼没的骚扰 人手缺乏的五家精锐 疲于应付 但进攻牙子也难入睡 想到死去的儿子 他就说不出的痛苦 亲王 六个消息在进攻牙子 轻轻抚摸住儿子照片时 一个黑衣女子站在他的身边 毕恭毕敬汇报 第一 浅草寺进千名宾客 几乎苏醒过来 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和影响 经过安慰和赔偿 他们会保密毒烟仪式 不过因为中毒的人太多 医护人员只能选择性 治疗 三百多名杨国人面临植物人下场 第二 浅草寺的狙击手 弹尽粮绝后自我引爆 枪械来源是黑石高架购入 无法确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第三 武田少爷 尸体已经收敛 他是杨国的英雄 他将会受到杨国最高规格的 后葬待遇 王氏 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更清楚失去独自的悲凉 所以会把公务王子 过激到你名下 做儿子 第四 除了叶凡和宋红颜 在血龙园外 唐石尔也可能在里面 但其余人包括 被八人杀掉的探子 却没有一点线索 我们还联系了国警 对这些人进行身份甄别 依然没有他们资料 没有他们线索 也没有出入境记录 甚至连名字和代号都找不到 叶凡和宋红颜的面目 也 没拍到 我们找来的外籍作者 暂时无法借题发挥 所以拿下叶凡 宋红颜和唐石尔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们跑掉了 第五 麻生大长老 凌薇受命前来帮忙 没穿裤子小姐 也带伤过来支援 估计天亮之前 会抵达黑龙山 第六 上面有令 一定要尽力保住 血龙园的文物 而且血龙园里面 还有极其重要的东西 绝对不能对他狂轰烂炸 总之人可以死掉 但文物不能毁灭 他把一份整理好的资料 递给了进攻牙子 叶唐和五大家 有没有动静 听到杨国和血一门 如此损失惨重 进攻牙子脸上 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他连儿子都死了 又哪会在意 其他人的生死 他现在想的 是用叶凡 把叶唐这条大鱼 调出来 这一战 不把叶唐拖进来 捅上几刀 是无法向两亿子民交代的 叶唐和五大家 没有任何动静 黑衣女主 毕恭毕敬回应 为了把他们调出来 我们不仅把血龙园的叶凡 处境传闻出去 还特意松开了 两个边境口子 给他们进入 但根据我们的眼线 唐平凡 他们身居检出 歌舞升平 好像跟他们毫无关系一样 边境和黑市 也没有五大家今日的痕迹 叶唐也不见人手聚集 好 几个 被我们锁定的夜唐探子 在杨国也跟往常一样上下班 没有一点偏离诡计 他小心翼翼问出一句 我们要不要 放出几张激战照片 出去刺激他们 不用 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们却无动于衷 进攻牙子冷笑一声 不仅不能说明 他们对此事不关心 恰恰相反 说明他们在明修战岛 暗渡陈仓 你通知 钢田战队 明天给我进入一级战备 一旦夜唐他们掉入陷阱 务必给我雷霆击杀 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夜唐人跑掉 他落地有声 几十年前夜唐就走秦无忌的事情 不能重演了黑衣女子点点头 明白 亲王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 唐平凡跟血衣门合作应该有巨大利益 他怎会接着轻视捅我们一刀呢 在我们的情报中 他就是一个唯利试图的 人 现在天大好处不要 反而选择跟我们死磕 实在看不懂 他眼里有着一抹不解 血洗血龙园 不仅没了巨大利益 还得罪一个强大敌人 唐平凡这笔账不会算吗 进攻牙子 黑衣女子微微凝聚目光 看了看黑衣女子 心里有一个答案 但他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 血龙园有唐平凡感兴趣的东西 黑衣女子恭敬回应 明白 听完汇报 进攻牙子感觉有点累了 就在指挥部的主位上 眯眼休息 袭击的任务 就交给一干手下 这一个晚上 血衣门对城墙袭击了三十多次 几乎是每半个小时 就四面袭击 接着双方厮杀一番 又迅速散开 进攻牙子刚才还被惨叫惊醒 熬到后半夜 他听到沙喊声和惨叫 连眼皮子都不抬 很是从容歇醒 天色刚亮 入口传来了汽车轰鸣声 宣杂中 黑衣女子跑了过来 门主 蚂蚁大长老和没穿裤子小姐来了 进攻牙子缓缓睁开眼睛 点点头 整理衣服 然后快步走向大门准备迎接 突然 一记凄厉喊叫声 从门口传了过来 门主 门主 不好了 德川忍者鹰被人下毒了 大鹰也被人点火了 激战一夜 回来的几十名忍者 全死了 德川太郎先生 也中毒快死了 一个满脸是血的黑衣忍者 扛着德川太郎的躯体 杀猪一样 像进攻牙子奔来 黑衣女子止不住大惊 什么 忍者鹰全死了 德川太郎也中毒了 这怎么可能 昨晚他们还气势如虹 把五大家精锐 袭击得苦不堪言 怎么天一亮就全部死了呢 血衣门子弟 他们也是被这个消息 冲击的目瞪口袋 忍者鹰可是他们夜间 袭击的王牌啊 只是 黑衣忍者肩膀扛的人 确实是德川太郎 而远处林子 忍者鹰位置 四五股大火冲天而起 进攻牙子健壮也停止脚步 对黑衣忍者喝出一声 怎么回事把事情说清楚 话还没说完入口处 钻出车门的 没穿裤子突然脸色聚变 亲王 小心 他身边的一个白衣长袍老者 更是直接闪出一刀 飞向黑衣忍者 刀势如虹 进攻牙子也全速暴退 叶凡 搜 几乎同一时刻 黑衣忍者 毛子金光一射 突然抱起 一刀扎入进攻牙子的腹部 噗 一股鲜血建设出来 第1323章7号实验室 鲜血刺眼 全场一片死寂 没有人反应过来 也没有人相信这一幕 谁都没有想到 叶凡混入了进来 还敢扛着德川太郎 偷袭进攻牙子 毫无疑问 忍者赢的全军覆没 也跟叶凡有关 这王八蛋太猖狂了 太无法无天了 砰 在叶凡准备痛下杀手时 蚂蚁老者的飞刀已经飞制 来势凶猛 叶凡不得不停止动作 反手一拳轰向飞刀 只是拳头刚刚触碰 叶凡脸色就微微一变 上面的力量比武田秀姬还要浑厚 毫无疑问 来了老一辈的顶尖高手 叶凡不敢大意 吼叫一声 压上九成力道 砰 拳头打中飞刀 飞刀咔嚓一声碎裂 划成无数碎片击射出去 把十几名吃枪者全部射翻在地 只是叶凡也身躯一晃 脚步踉枪侧移了一步 气血随之翻滚 就这一刹那 进攻牙子吼叫一声 竭尽全力暴退出了十几米 叶凡眼露遗憾 没等叶凡向进攻牙子追击 没穿裤子也双手一甩 两枚飞镖射向了叶凡 叶凡反手一刀 把飞镖扫飞出去 射杀两名抬枪瞄准自己的敌人 轰 这一耽搁 进攻牙子再度后撤了五六米 而蚂蚁老者也到了叶凡面前 老头冷冰冰的脸不带感情 二话不说就一脚踹向叶凡 又狠又急 叶凡来不及躲避 直接抬腿来了一个碰撞 砰 一声沉闷无比的碰撞声 宛如惊雷一般炸开 蚂蚁老者蹬蹬蹬后退五六步 他的脸上掠过一抹痛处 随后变得凝重 他来的路上已经了解叶凡情况 知道叶凡的厉害 还知道叶凡可能跟自己同的境界 可厮杀整天折腾一夜的人 怎么还可能有这种战斗力 不过蚂蚁老者也没过多感慨 身子一躬重新凝聚战役 叶凡也后翻出七八米站住 毛子有着一抹惊讶 蚂蚁老者的强横超出叶凡想象 杨国这是把压咒老怪物搬了出来 黑衣女子喝叫一声 保护门主 无数血一门子弟蜂拥而至 护住了进攻牙子 叶凡一脸可惜 如非没穿裤子发现端倪 蚂蚁老者及时出刀 以及进攻牙子身上有护甲 刚才一刀就能要了他的命 只是此刻失去了机会 被近百人保护起来的进攻牙子 叶凡已经很难下手 而且现场还有蚂蚁老者和没穿裤子坐镇 他眼睛一扫 迅速捕捉缺口 没穿裤子立合一声 叶凡 你太无耻了 玩偷袭 叶凡身子一纵冲向了蚂蚁老者 他才不会傻乎乎自称是叶凡 看到叶凡冲过来 蚂蚁老者冷笑一声 不知死活 层层包围 还跟自己死磕 这叶凡简直是找死 蚂蚁老者不退反进迎战上去 叶凡很快冲到他面前 捡来的武士刀嗖嗖嗖劈出 刀锋凌厉 杀意弥漫 蚂蚁老者也没有废话 双手不断抓出 不断横挡 不断攻击 他不仅把叶凡的刀影全部拍飞 还找了一个破绽 一掌拍中刀身 刀身咔嚓一声断裂 只剩下半截断刀 叶凡也随之翻飞出去 他好像断线的风筝在半空翻滚 强弩之末 不过如此 蚂蚁老者刚露不屑 随后脸色一变 保护亲王 他已经看出 叶凡这翻滚的有点夸张 自己那一掌 顶多把叶凡拍出七八面 结果他却滚出十几米 他马上意识到不对劲 话音还没落下 叶凡就身子一扭 他在一个血衣门子弟头顶 随后吉利又是贴住人群一弹 他请客拉近自己跟进攻雅子的距离 看到叶凡扑飞过来 黑衣女子连连喝道 拦住他 拦住他 血衣门子弟竟然拔枪向射杀叶凡 但枪刚举到途中 叶凡就已经扑了过来 右脚连续踢出正中当仙三人胸口 胸骨碎折的声音惊心动魄地响起 三名血衣门子弟七孔喷血 手里枪械也脱手飞出 身躯像被狂风刮起般往后抛制 几十个同伴被撞得人羊马翻 骨折肉裂 全都倒在地上哀嚎不已 可见其力量之大 砰砰砰 其余同伴担心误伤到自己人 所以射出子弹稍微迟缓 等到叶凡快要扑入人群时 血衣门子弟就忙扣动扳机 可惜叶凡已经飘然落地 子弹全都打在了天空 下一秒 叶凡扑在人群 他的速度快至肉眼难查 兼知士气突然 子弹全部射空 他则如虎入羊群 闪电般地用武士刀左挑右刺 见人便杀 几十名血衣门子弟历史溃步成军 快 快 保护门主 黑衣女子下令大批赶赴过来的血衣门子弟 不要参与围杀叶凡 而是保护进攻雅子 接着 他拔出一把武士刀 摆出死战到底的态势 叶凡没有就此罢休 贴着血衣门子弟不断杀戮 几名血衣门狙击手开枪 却不小心把同伴射杀了十几个 如此一来 血衣门子弟不敢再乱开枪 挥舞武士刀来了一场晋身战 只是双方实力相差太悬殊 几乎一个照面就被叶凡撂倒 眼看叶凡跟进攻雅子距离拉近 黑衣女子则冲了出去喝道 孽障 看刀 进攻雅子喝出一声 血奈子 小心 血奈子身形暴射出去 武士刀嗖嗖嗖挥舞 掠出一道道刀光 叶凡反手一刀 当当当把他刀光绞碎 接着一刀刺中血奈子侧负 叶凡正要一脚把他踹飞时 血奈子突然握住刀身 不退反镜往前了一步 贴住叶凡的身子 刀锋从他后面刺了出来 鲜血淋漓 找死 叶凡微微一震 血奈子忍住身体的剧痛 抓住他握刀的手吼叫 杀了他 杀了他 他歇斯底里 无尽疯狂 但眸子却保持着一抹清澈 同时 一个纸团塞入叶凡的指尖 叶凡心里一动 直接松开五十刀后撤 撞翻几名血奈门子弟后 又夺过一把军刀挥舞 他把十几名冲来的敌人逼退 此刻 蚂蚁老者和没穿裤子已经杀制 准备前后夹击拿下叶凡 叶凡见状转身就跑 蚂蚁老者他们重心都在保护进攻牙子上面 所以叶凡这转身就跑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血奈门反应过来 嗷嗷直叫追击 叶凡已经消失在各个帐篷中 没多久 远处传来好几声惨叫 随后一团团大火冲天而起 王八蛋 进攻牙子脸色苍白 握着腹部艰难出声 下令 一线子弟摘下口罩面罩往后撤出五百米 同时放弃一切水源和食物 面对叶凡捣乱 他只能重整队伍在攻击 不然五千名一线子弟 怕是还没冲锋就死翘翘了 而这个时候 叶凡正展开染血的纸团 低头一看 发现写着五个字 七号实验室 第1324章不能去 叶凡伪装忍者 灭了德川忍者营 捅伤了进攻牙子 火烧连营 还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下毒 逼得血衣门后撤 这意味着 今天下午之前 血衣门都难以组织有效攻击 神经绷紧了一个晚上的唐十二他们 高兴不已地倒地呼呼大睡 抓紧休息一番恢复体力 对于血龙元的七百人来说 多活一会就是最大的奢望 没有人想过杀出重围 也没有人想过脱身 唐十二他们心里都清楚 血衣门是不可能给他们机会活着出去的 哪怕叶凡杀了或结识了进攻牙子 杨国人都不会给他们活路 有些耻辱 注定要不死不休 在唐十二他们休整时 叶凡尝试几次浑水摸鱼突围 想要打通一个缺口 让宋红颜他们脱身 结果路上的关卡严密无比 根本出不去 还被血衣门子弟发现端倪围杀了三次 最后一次 叶凡好不容易避开巡逻 躲入山林 想要急助山林迂回 逃出包围圈 结果刚进去 他就掉头就跑 山林都藏着几百人上千人 还有几十条大狼狗 叶凡最终只能跑回血龙园 跟宋红颜他们会合 他利用忍者迎缴获来的毒物 在城墙几个薄弱地方布置一番 随后叮嘱原一见他们小心值班 而他也跑回休息室洗澡吃东西 补充体力 两个菠萝包 就注一大碗人参汤吃进去 叶凡顿赶整个人又活过来了 全身暖洋洋的说不出舒服 只是刚刚吃完 叶凡就见宋红颜端着一个托盘进来 托盘上面 有一大碗热腾腾的拉面 几块培根肉和两个鸡蛋 香其四溢 叶凡微微惊讶 你哪里弄的 厨房啊 你也是笨 宋红颜温柔地白了叶凡一眼 随后 把拉面放在叶凡面前 声音说不出的轻柔 知道血龙园有药材库 还知道有吃的 怎么就没想到这里有厨房呢 几千人的皇家宝库 怎么可能没有食堂 我身体好的七七八八了 又睡了一天 早上就带着江婆婆她们出去逛了逛 结果发现三个小食堂 什么食物都有 澳洲龙虾 深海鱼子酱 法国鹅干都找得到 不过我知道你现在对那些东西没兴趣 所以就给你煮了一碗拉面 煎了两个蛋 手艺不好 你可不能嫌弃哦 羽然把面条摆在叶凡面前 翘脸的苍白已经散去 多了一抹红润 还有安宁和祥和 她把叶凡的人参汤拿开 坐在她对面一笑 趁热 快尝一尝 哈哈 谢谢红颜 叶凡大笑一声 也没有扭念 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鸡蛋的香气 拉面的坚韧 汤汁的浓郁 还有面前女人的温柔 一切都是恰到好处 让叶凡暂时忘却了血火 这样的安宁 正是她心中想要的 可惜这种幸福距离她越来越远 也越来越少 对了 江婆婆她们呢 看到宋红颜单手脱腮 看住自己吃面 叶凡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就随口向宋红颜问出一句 宋红颜笑道 她们在蒸馒头和包子 白染墨好久没吃过热包子了 我就让江婆婆给她蒸一些 叶凡好奇问道 白染墨是谁 就是你救下来的那个小女孩啊 她是被血衣门从国外买回来的 被智利博士用来做某个研究 宋红颜向叶凡解释一句 这些日子一直靠营养液活着 每天还吃一大堆药片 所以很馋热乎乎的包子 叶凡微微皱眉 这实验室也太混蛋了 做什么研究要拿一个小女孩 我只是问了一点基本情况 毕竟咱们活下来的几率太小 哪有心情追问太多啊 宋红颜笑了笑 如果你有兴趣 待会她回来 我再帮你问问 算了 活下来再说吧 对了 进宫雅子找来一个帮手 叶凡文言也是一声叹息 鼻子塌陷 身手非常厉害 她身上的气息阴森森的 给人 第一眼好像地狱使者白无常一样 叶凡眼里有着好奇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身穿麻衣的老头 气息阴森 白无常 宋红颜重复了一下叶凡所说的特征 随后微微眯起了毛子开口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应该是杨国的麻绳长老来了 他是天圣 第一长老 也是第一守灵人 专门替王室大佬守墓的 他因为常年守墓 还不见阳光 不仅全身白森森 样子也比实际年龄小 他差不多九十岁了 身手确实厉害 好像 二 十年前就是得近巅峰了 也正因为这个突破 他在天设位高权重 现在二十年过去 他有没有突破 就不知道了宋红颜脑子转得很快 不过他能让你活着回来 说明他比你厉害不了多少 你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好像很希望我死一样 叶凡发出一阵大笑 随后喝入一口汤汁 他身手确实只跟我不相伯仲 可就是这种实力 对于我们就是巨大压制 没有麻生这个老家伙压着 我就能平级伸手 趁着夜晚在血衣门营地捣乱下下毒 放放火 暗杀几个血衣门骨干 多惬意哪怕最终活不了 也能因为多杀几个人 而因为现在被麻生和没穿裤子这样一压 我很多事情就做不了了 叶凡脸上露出一丝遗憾 随后狠狠咬了一口鸡蛋 像是发泄对麻生长老的怒意 别揪心 我们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宋红颜嫣然一笑宽慰着夜凡 不管我们是不是战死 这一次都足够我们轻史留名了 夜凡叹息一声 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 这倒不是自我安慰 宋红颜轻轻握住夜凡的手 而是我真的很开心 这最艰难时刻 我们在一起 他没有告诉夜凡 早上带着江婆婆他们闲逛的时候 不仅找到了食堂 还找来了秦话卡 必要的时候 他会选择结束性命 不让自己成为夜凡活命的拖累 也许 我们还有一线生机 夜凡突然想起 雪奶子给我那一张染血纸条 七号实验室在什么位置 话音刚落 跟着江婆婆进来 手里也端住一碗包子的小女孩 听到夜凡说起七号实验室 马上身子一抖 啪 此晚一声脆响 摔了个粉碎 包子四处翻滚 小女孩惊慌失措 尖叫一声 大哥哥 千万不要去七号实验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